尊敬的卢台长你好 感谢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我想请台长帮我看一下一个八九年的蛇 他现在工作的比不顺心 目前正在考日语证书 想转日企或者其他企业 请台长指导 几几年呢 八九年的 还有他的什么时候能交到好姻缘 数什么 数蛇 性格比较死板 是有一点 他有过男朋友 是吗 有过 我不知道 妈妈不知道孩子的事情多呢 他现在在网络上交朋友你知道的 不知道 好了 你刚刚问什么问题啊对不起 就是他那个工作不顺心 他就是想换那个工作嘛 我告诉你 这个小女孩的命根就是摇晃不定的 他就是换了一个他还会再换 他已经换过一个 没有 他这一次 学校毕业之后换过没有 学校毕业以后就是这个工作 就这个工作是吧 对 学校的时候 有没有一边读书的时候一边 去打工有 好 来 那 讲都不要讲的 我图腾里看出来 一二三 我就三个 那是打工 对对对对 打工也是在人家office里面工作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好了 他的姻缘还应该个姻缘 他什么时候能交上好姻缘 谢谢 要求比较高 叫他不要太高 是吧 要求不要太高 好吧 好的 开场 我告诉你 他有一点点小的自闭 是吧 因为你们爸爸妈妈经常两个人 对 吵架 对 他在边上很难过 对 那么叫他念经吧 那当然老年心经呀 好的 解节奏呀 好的 准题呀 好的 最后我们到了日期了 好的好的 哎呀 谢谢 开心的了 还没念经呢 就这么开心 台长 我还有一个问题 好了 不能问了 下去 我念经的时候 脑海里出现如来佛 我想就是这个事情和你说一下 脑经里经常出现菩萨 说明你上辈子跟如来佛有缘分 谢谢 八万四千法门 门门走得通 看你跟哪个法门 最有缘分 那我肯定给你的法门 最有缘分 那是你 好了 台长对所有的法门 全部都是非常尊敬的 我连西方教的法门 我都尊敬 因为 所有的全人类 实际上 都是一个理念 那就是 境界 这个境界上升到 无我的境界 那就是真正的境界 就是人 境界高了 对谁 都是大同事件 都是大同事件